我奉劝大家一句话代打千万别乱找 你们是不知道遇到伟代有多恶心 最期视频我将揭露伟代仇恶的面目 他是一个伟代从平台上接了单子 加上了老板说了一句老板你好 是代打接了你的号从30星到50星对吧 老板说试着上去之后就直接开始打了 但是打了一天你问他多少星的时候 这个伟代打了一天不仅一颗星没上 而且还掉了几个星 没办法就骗老板说昨天不太舒服 在医院打针了所以没打好 能会将信将疑的让他先养好兵不着急 伟代也很感谢作为老板的你 我还没到一天伟代又跟你说 老板你那边平台的话能先给我结账吗 因为约定的时间快要到了 如果没打完的话是会扣我效率心的 作为补偿伟代跟你说我可以帮你多打五颗星 问问你能不能接受 可能就会问现在多少星了 伟代就会跟你说现在已经35星了 而你这时候上朋友的号一看才25星 而且战绩一塌糊涂 你不敢相信的是这个小伟代昨天根本就没有休息 而是打了一天还掉了五颗 你把战绩发给他之后抠了一个问号 说为什么要骗我呢 伟代听到这句话此时此刻又有点慌了 说对不起昨天是因为没有车队才这样的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找了一个通龙药的车队 通宵肯定能给他打完 一顿跪舔老板 最后你心软了 说行吧尽快打完就行 到了凌晨的三点半 你这个时候已经睡觉 伟代此时此刻发来消息 说到你的号我打不过了 又掉了五颗星现在是20颗星 反正我的押金也要被扣了 那么我直接拿你的号挂就摆烂了 把你的钻石金币还有一千多点券 买了十几张改名卡 加送给别人皮肤全用了 还把你的好友都删了个遍 结了一张80分幸运的图发给你 最后给你来的一句 你个蠢货 给你长点寂静 哈哈 你第二天起来 看到这个消息 你人都要炸了 你急忙扣了一个问号 发现已经被拉黑了 上号一看号 已经被血洗了一遍 你很生气 找到平台那边质问 拼材给Q的答复 就是把钱退给你 押金还自己吃了 然后把这个打扫永久封禁 这就是一个伟代啊兄弟们 要不相信有这种离谱的时代 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事件